台北市联合医院五个院区以及关渡医院万芳医院共七个地点开始提供免费新冠肺炎PCR核酸检测 民众需先网络挂号预约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明 日前七家医院再加上批发市场及社区的三个机动站 加起来共筛了2427人 其中六人为阳性 筛检站的确有找出确诊者 我们的七家医院提供PCR的免费检测 昨天的七个院区是筛检出1490人 另外我们在外面有三个机动站 加起来是2427人 目前为止有六个阳性的确诊者 也就是设立了这样的筛检站 的确有一些阳性的确诊者能够被我们找出来 目前为止联合医院的部分有相关的预约 官渡跟万芳也都有预约 我们希望说还是希望有 可能你有接触史或者是你有相关的旅游史 还有或你经过一些特定的足迹的部分 我们的民众我们希望你来出来筛检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忧虑的话 我们目前为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先自我监测 但是如果有状况的话来筛检我们也不会拒绝 市长柯文哲也补充 一开始预计每家医院提供约320个筛检名额 接下来会看实际状况调整 另外还有一点要改进 那我们还要做几个改进 我觉得大概以后预约是只有今天明天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理由去预约一个礼拜后的PCR筛检 这不合常理 应该是你还是一样 我们是免费的 但是希望你合理使用 就是说你总是要有一个接触时 或是说你有旅游时 或是说你有症状 有一些你觉得有需要的 并不是有事没事来做 所以没有理由去做两天以后的预约 所以这个我们会改 另外一个我们会考虑说假日的这种情况 尤其名额没那么高 但是假日也许回避一些 所以这个我们先上线 在过程当中再慢慢去修正 经过大规模筛检 潜藏在社区的黑数一一扫出来 柯卫哲预期这周人数能再大幅下降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谢谢啊